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明显了 而且被孩子感觉到了而已 丈夫这样的态度也不是头一次出现了 是自己为了孩子一忍再忍 不想孩子变成单亲家庭 即使这次不回去 没遇上 以后也是迟早会发生的 我和李亮是大学恋情 从校园走到婚纱 两家又算什么当户对 这门婚事在外人眼里一直很般配 现在我结婚五年了 有一个四岁的女儿 漂亮懂事 有车有房 双方工作也不错 虽然房子是贷款买的 但因为收入还算不错 压力不大 怎么看 都是美满幸福的一家人 不过 可能是幸福的家庭千篇一律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表面上看起来美满幸福的我们 其实在我女儿出生后已经有了变化 怎么说呢 李亮其实并不重男轻女 但是她听话 不知道是从小到大都顺着自己母亲 现在结婚成家了还是改不了 还是觉得自己母亲 现在对她一把鼻涕一把泪 说自己对不起老李家 没有孙子 没脸见她爸爸 总之 在女儿出生后 和婆婆强势 要求儿媳妇 尽快要二胎 生个儿子不同 李亮虽然语气委婉 但是意思很坚定 也是想要二胎 我一直都是拒绝的 主要是担心自己带不好两个孩子 我觉得既然把孩子生下来了 就要好好对孩子 她和婆婆是一直闹腾 今年我松口了 一来是觉得现在孩子能送幼儿园 二来想着再要个孩子 家里也热闹 当然了 也算是堵了婆婆和李亮的嘴 要个二胎 不过现在看来 不是要二胎这么简单 是要孙子 要是二胎不是孙子 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是更加鸡飞狗跳呢 还是让我继续要孩子 这次假日 本来是准备带孩子回娘家几天的 毕竟从去年开始 一直到现在 我都没回过娘家 而婆家一个月前回去过 但李亮不肯 说中秋节一家团圆 我妈妈说了 我们都要回去的 没办法 我给我妈去了电话 说这次又过不去了 然后大包小包带着礼物 和李亮一起回了婆家 婆婆见我们回来 除了对儿子态度稍微热情点 我和女儿就像是透明人 我女儿看奶奶不和自己说话 也就没有缠着奶奶了 自己在院子里面玩 后来 还是我一样一样拿出礼物 有婆婆和大姑姐两口子的 还有大姑姐家孩子的 每一个人都有 婆婆才算是对我有了点笑脸 中饭的时候 其实我们已经很饿了 但婆婆说 中午没时间了 再说 人也没到齐 咱们就随便吃点吧 所以 我看着厨房一堆菜 最后 我们就吃了点素面条 我婆婆有个本事 就是 她不会让你一个人 吃不好的东西 她自己也吃 所以 你就没办法指责她什么 毕竟 人家没有针对你 自己也一视同仁呀 而所谓 人没到齐 其实 就是说大姑姐一家子 就好像 我们不配吃这些 好一点的菜一样 婆婆很喜欢大姑姐 因为 她生了个儿子 婆婆总是 在我面前含沙摄影 这次 自然也一样 我没接话 想着 也就一两天 忍忍就过去了 到了下午 大姑姐两口子 带着儿子过来了 空着手过来 婆婆 还是一脸笑脸 大姑姐的儿子 比我女儿 要大两岁 因为大家都宠着她 所以很骄纵 看我女儿玩玩具 她一把就抢过去了 女儿没注意 就摔倒了 直接吓哭了 但大姑姐 反而怪我女儿 和哥哥抢玩具 我气不过 就回了几句嘴 婆婆出来 打了圆场 但恶狠狠地 看了我一眼睛 这个家庭 很奇怪 别人都是男孩子 让着女孩子 哥哥让着妹妹 但是 婆嫁反了过来 我努力压着火器 抱着女儿哄 李亮这个时候 笑咪咪玩着手机 压根 就懒得管我和女儿 晚饭 确实丰盛 厨房买的菜都用上了 我和婆婆一起做的 严格说起来 应该是我忙了快两个小时 婆婆一直在指挥我 可等我看到饭桌上 我和女儿的位置前面都是素菜 甚至有昨天的剩菜 而荤菜这些 全部都在大姑姐一家面前 我真的红了眼睛 但我还是什么都没说 女儿很乖 虽然她很想吃红烧肉 但是够不着 她就没有家 我看着婆婆 一直往外孙的碗里夹肉 心中很是悲凉 最后实在是看不下去 看女儿快吃好了 就夹了一块红烧肉 到女儿碗里 想着让她赶紧吃完去玩 结果 这块肉刚到我女儿碗里 婆婆直接把剩下的红烧肉 连盘子一起 端到了外孙面前说 你快点吃 外婆特意给你买的 你要是吃慢了 等一下就被你馋嘴的妹妹吃光了 当时我就懵了 我问婆婆 什么意思 怎么我女儿 就连块肉都不能吃了 我语气肯定不好 婆婆一听我这么说 摔了筷子说 这是我家 闻不到你说话 大姑姐的儿子 这时候还在馋嘴猫馋嘴猫 这样喊着我女儿 我女儿虽然小 但也知道自己被欺负了 她不吃了 一个劲的往我身上缩 我看着视若无睹的李亮 还有一脸看好戏的大姑姐两口子 离婚的念头再次出来了 生什么二胎 万一是个女儿呢 难道也让她受这样的委屈 我也摔了筷子 然后抱着孩子收拾好东西 打车回了城里 李亮没有拦我 我出门的瞬间 还听到婆婆和儿子说 你瞅瞅你媳妇 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 脾气倒是大 李亮是在第二天下午回来的 她板着一张脸 还准备让我和婆婆道歉 不过我没给她机会 我提了离婚 她一脸震惊说 为啥离婚 就为了我妈 没给你女儿吃红烧肉 你就要和我离婚 你是不是太矫情了 我冷笑看着她说 没错 我就是矫情了 连那女儿吃块肉都没本事 你没资格当她爸爸 我坚持离婚 不管李亮怎么软硬皆失 我都不妥协 女儿受伤的眼神 让我对离婚无比坚定 我知道 可能一个人带孩子会很辛苦 但我坚信 我和我女儿都会更快乐 有些快乐和尊重 是物质条件 换不来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